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陵分局城东派出所的警察接到110的指令 说是有一户人间打来了求助电话 十分钟之后他们赶到了这家人的家门口 刚到门口就感到了一丝诡异的气息 因为这家人的卷帘门却是半封闭着的 大白天的要么开门要么关门 为什么这么遮遮掩掩的 带着怀疑警方敲开了门 进入房间之后好像也没什么大事 屋里头有三四个人 有坐着的 也有站着的 其中有名女士 气氛并不紧张 这几个人好像朋友一样的在聊天 那究竟是谁报的警呢 所谓何事啊 这个时候他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身份 女子说呢她叫小易 旁边的那个呢是小易的丈夫 小易的丈夫就是报警人 她指着屋子里的另外一名男子 就是这个戴口罩的男子 对警察说 想麻烦你们核查一下他的身份 因为他自称是你们的同行 是一名预警 预警 什么情况 来不及细问 既然当事人有委托 那就先问问这兵男子吧 这名自称叫杨旭的男子 面对警察的询问是一脸淡定 说我不是来办公室的 没带警官证 没有警官证 那有没有其他的证件呢 这时候杨旭有点慌了 警方觉得这人不太对劲 但是好端端的 为什么会说自个儿是预警 并且出现在别人家里头呢 警察后来了解到 小易夫妻呢人很年轻 对人很和气 从来不吵架 更没有做过违法犯罪的事情 那他们又是怎么和预警 打上交道呢 又怎么会报警呢 这个嘛 就得从2020年的春节 那场疫情说起 2020年春节 对于小易来讲 有些失落 随着突如其来的疫情 人们的生活方式 不同程度的发生了改变 而小易最为遗憾的就是 无法再像往常一样 去探望父亲 就来 两年前小易的父亲 因为一桩案件被判处了 有期徒刑 进了监狱 这对于父女关系 一直很好的小易来讲 是个巨大的打击 犯罪归犯罪 亲情毕竟无法改变 父亲呢体质较弱 小易原本每个月 都会去监狱探望父亲 叮嘱父亲 多注意身体 以前是一个月可以进去探视一次的 可以说每个月固定打钱过去 打钱过去 让我父亲在里面的话 再买东西 可是2020年初 出于疫情防控的需求 监狱每个月都有的亲属探视 暂时取消了 这让小易十分牵挂父亲 到了2020年3月底 小易不仅两个多月 没见过父亲 还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这就着急的不得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惊喜降临了 3月29号这天 小易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 打来的电话 一听说是父亲的朋友 小易十分重视 约对方到家里来见面聊 两天过后 一名30多岁的男子 这就来了 他说他叫杨旭 小易不勉交问了 说您是我爸的哪位朋友 杨旭介绍出来的身份 让小易大吃一惊 原来杨旭是某监狱的御警 正是小易父亲的管教干部 原来是管教干部 一家人顿时肃然起敬 可是管教干部 为什么要到服刑人员的家里来呢 杨旭这就笑眯眯的解释了 说疫情期间不允许家属探视 为了避免家属担心 他作为管教干部 就跟小易来说说他父亲的情况 哎呀这真是个大好人呐 听了杨旭接下来说的话 小易这心里头就更加感激了 他说我爸以前是在制衣组的 后来他把我爸调到了烫衣组 说这个组的劳动强度比较小 而且管教也容易打高分 秉承在狱中为人很好 也比较遵守监狱的相关规定 为了照顾他年纪大 自己将他从原本生产线 调到了润烫线 并且为了让他少过分 自己从中出了不少力 听到这里呢 小易再次确信了杨旭的身份 因为杨旭对于监区十分熟悉 而且他对小易父亲的描述 跟小易之前去探望的时候 那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小易接着就疑惑了 这位陌生的管教干部 为什么要这么照顾他父亲呢 我也很纳闷嘛 他怎么做到这个分手帮忙帮我们 然后他说他也是那个同乡的老乡 就因为看我爸在里面也蛮辛苦的 所以就照顾照顾他 老乡见老乡 那真是有情分的 不用说 小易他们就更感激了 可能看到这儿 您会有点替小易担心 担心这位管教干部居心叵策 但事实上人家接下来的举动 依旧是很拉好感 他表示还可以帮小易 带一些吃的东西给父亲 购买一些生活用品 零食 包括一些衣服啊 这些东西 他可以由他作为一个顺水人情 带进去 他一来我们当时全家都很开心 他就想 好长时间没见我们父亲了 然后有个警察呢 过来帮我们带点话 带点吃的 然后帮我们带点心啊 什么的也比较好 就觉得 有一个老乡 能做到这个程度上 就学的是蛮好的 事比一时 小易夫妇呢 赶紧就出门采购 杨旭呢很热心 也主动要求跟着一块去 在一个卖鞋的摊位 小易给父亲选购鞋子的时候 注意到了杨旭的表情 举大回忆 那是一种充满渴求的眼神 他写的时候我就发现 他也在旁边看鞋 我就想 那要不也给他买一双吗 就问他要不要给他买一双 他当时立马就答应了 最后就给他和我爸 买了一双护鞋 买了新鞋 杨旭的这个脸上 都快笑出花了 小易见状呢 也是高兴又意外 没想到这位管教干部 这么纯朴 这么容易满足 他们本来还想着 请杨旭吃个晚饭 可是杨旭愣说 跟朋友有约 客气的谢绝了宴情 哎呀 还真的是廉洁奉公啊 小易的丈夫 赶配之下 决定开车送杨旭一程 然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他们发现了一些异样 当时小易的丈夫 和杨旭一边聊天 一边开车 可是杨旭呢 一直对目的地 遮遮掩掩 本来可以很近的路 但是他一直绕绕弯弯的 不让我直接送他回家 在路上绕了一段路 本来十分钟就能到 走完那一个路 带他就是走了 有靠近接近二十分钟 就是在整一个 张晏晨区在绕圈 就是明显让人感觉到 就是不想让他知道 就是具体的住所 在什么地方 好不容易到了个小区门口 杨旭说朋友的家到了 小易的丈夫 想着把车开进去 少走两个 却为杨旭婉拒了 这确实有点奇怪 但是小易两口呢 并没有疑心 只是觉得杨旭呢 为人谨慎 比较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这次突如其来的 登门拜访 这就搞一段落了 既然如此 小易夫妻又是怎么 对杨旭产生了怀疑 甚至要报警 查现身份呢 这个事的转折 就在于小易夫妇 都非常懂礼节 他们送走了杨旭之后 越想越觉得歉疚 杨旭大老远来的 还帮老人家这么大忙 他们怎么都应该 请人家吃顿饭 表示感谢 再说了 好不容易认识了 个监狱里的朋友 这一定要把关系维护好 我们是觉得 认识一个狱警 就是在监狱里面 他对我父亲的窗户 一些方面 都可能有些帮助嘛 在里面的话 就是能多点照顾 就多照顾嘛 抱着这个想法 小易两口子果断行动起来了 小易言辞恳切 跟杨旭打电话 提出了邀约 小易的丈夫交友广阔 认识几个司法机关的朋友 就跟杨旭呢 算是一个系统的了 大家呢 组了个局 一会儿吃饭 可就在电话往来的档口 出情况了 小易丈夫的那些朋友 相互一打听了 都表示没听说过杨旭这个人 小易的丈夫心里头咯噔一下 这就觉得不对劲了 莫非 但是这不可能啊 杨旭明明对监狱里的情况挺熟悉的 而且还知道我妻子的电话 知道我老丈人的情况 这很难仿冒啊 这个时候朋友也提出了一种可能 说这杨旭啊 很可能是别的单位刚调过来的 所以大家还不太熟悉 左思右想之间 杨旭的电话打通了 小易的丈夫就示意小易 再设法把这个杨旭啊 约到家里来一趟 我就问他你大概什么时候回单位上班吗 他说大概差不多四号做的样子 然后我就说给我爸另外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也给他买了一些东西 让他过来取一下 到时候一起带过去 然后他答应了 2020年4月3号 杨旭如约又来到了小易家 这次呢大家熟悉了 聊天也多起来了 也就是在聊天过程当中 小易夫妇的发觉不对劲了 我问他街里面有多少岗少 他一会说是四个 一会说九个 就前后不一致 因为之前我父亲也跟我提过嘛 就是问他南街里面 一共有多少分间区 他回答十一个 但以前我父亲跟我提过是十五个 莫非杨旭有什么保密需要 但是小易和丈夫觉得又不太像 因为有些东西啊 只是常识谈不上保密 而且不光是聊天 杨旭的行为方式 也让小两口有不理解的地方 比如说客户座里面的情况 监狱里面的情况 他只能够讲个特征事故 但是你跟他讲到 警察本身系统的内部的情况的话 他就直出误 他是讲不全的 监狱里面是一个生态力体系 你在里面当什么身份 或者你是什么一个警察 什么一个职务 对于这些东西 专业的系统里面内部的情况 他就讲不起来 因为受害人的这个老公 是曾经做过 就是当过兵 也做过那个公安的那个附近 所以他对整个一个监狱的 就是各个地方监狱的情况 是知道的 这显然不正常啊 小易的丈夫这才想起来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杨旭的很多行为 已经不正常了 就拿那天他送杨旭回去时候 的那个例子来讲 当时他就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他下车了之后 把东西拿好了 当时我老婆给他买的印章 他下车车就随手往地上一扔 我当时感觉不对劲 因为怎么说 他也是很敏紧 这点数字应该还是有的 不应该是随手把东西往地上扔 杨旭上一秒钟 还带着笑容挥手再见 下一秒钟 就把小易夫妇准备的食物 扔到了地上 变脸之快 令小易的丈夫很愕然 但是现在看来啊 一切都有迹可循 小易的丈夫 看着眼前的这个一脸 镇定满脸笑容的杨旭 突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没想到一听到这句话 杨旭马上就不淡定了 他当即表示拒绝 并且说着说着就要走 这个时候两口都反应过来了 小易当即就表示 给父亲带的东西还没准备起 事宜丈夫出门去办 并且塞给了杨旭两千块钱 麻烦他再稍等一下 杨旭的脸色果然缓和了一些 他推辞了一下之后 就收下了钱 而小易的丈夫呢 被知道门外之后 越是回想这件事越紧张 这杨旭莫非是个冒牌预警啊 可是他又是怎么知道 我妻子的电话号码 以及老账的情况呢 还对监狱里的情况那么熟悉 这么一个人登堂入室 究竟什么用意啊 会不会危及到我们的人身安全呢 小易的丈夫赶紧就报了警 于是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结果不出所料 杨旭呢既没有警官证 也没有任何的身份证件 警察当即决定 把他带回到派出所 这个时候呢 杨旭显然就不镇定了 杨旭几次三番都说要去买水 被警察揪回来之后呢 还不死心 他报了一个身份证号 趁警方核查的时候 他又溜到了门边 然而还是被警察给招呼回来了 到了这一步 警方给予肯定 他并不是所谓的狱警 那他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警方发现 杨旭谎报了别人的身份证号码 别人身份证上的照片 跟杨旭本人并不相符 换了审讯室之后 杨旭意识到警察动真格的了 他迅速就招认了 说自个儿不姓杨 而是姓刁 这确实不是狱警 而是假借这个身份来招摇壮天 这个结果呢 在意料之中 但是也有很多疑点尚未解开 首先 一般人是很难想到去假装预警的 其次 他怎么会那么清楚 小易的联络方式和情况呢 除了小易 是不是还有类似的人 受到过他的蒙骗呢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 手机交易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 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我们刚才说到 小易夫妻家里头 来了一个假冒的预警 虽然被小易夫妻识破 并且把他关进了公安局 但是小易两口子 依然是信有余计 这人是怎么知道 小易的手机号 以及小易父亲的情况的呢 还是介绍一下 这位犯罪嫌疑人吧 他姓刁 虽然不是预警 但是跟监狱的联系嘛 挺紧密的 刁某今年33岁 出生在江东省泰州市的江燕区 读完高一就没上学了 四处游荡 2013年 刁某因为盗窃 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随后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分别因为盗窃罪 三度入狱 而最后一次出狱呢 是在2020年的2月27号 没想到这次出狱没几天 他又开始行骗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面对警察询问的时候啊 刁某连他假冒的名字都说错了 这是曾用名太多啊 自个都搞混淆了 那刁某是怎么了解到 小姨父亲的情况呢 原来两年前在开拓所的时候啊 他们两个人曾经被关在一起 有过接触 他跟我讲了 他知道什么场合作跟你讲的 他在新华开拓有一个号房吗 在一个号房 他比如说他在我说 他女儿干什么 两个嫌疑人同时 关在一个坑所的号房里面 在不断的平常的交谈当中 他是一点一滴的 了解了刺害人父亲的情况 然后是获得了他一定的信任 把他将里面的情况 给你记得心理 记得心理呢 他应该是当时里面的一个 初步的一个 预模的一个想法 将来等他出狱后 看来这个把这些情况 为他所用 这个是两年前的事 那个时候 雕某就记住了 小姨父亲提供的信息了 这其中就包括 小姨的手机号 刑满释放之后 雕某随即就编到了 虚假身份 开始行骗 事实上呢 他能够取信于小姨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向小姨展示了 自己的权利 许诺可以给小姨的父亲 提供好处 你就经常说 你能帮他处处一下吗 对 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了 做错了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不如我想想就 为了这点钱 自己努力 努努力 好好自己干活 反正我真的没干活 工资也不低 七八千万年一个月 出狱之后 就没有打算 占点什么活 就打占物了 我主要说 你刚出来 手都一点紧了 不好意思问家人 要钱了 不好意思问人家要 拿小意的东西倒是挺爽快的 刁某表示 我其实也没得到什么贵重物品 就是一些食物 一双鞋和两千块钱 应该不会罚很重吧 但是刁某并不知道 他的行为谈上大事了 根据刑法第279条 招摇撞骗队 冒充国家机关公务人员 招摇撞骗队 处三年以下有机徒刑 或者剥夺政治权力 刑件严重的 可以数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机徒刑 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 依照前款的规定 同众处罚 冒充警察的话 招摇撞骗的话 它是一个承重处理的行业 比如说你冒充一般的国家公务人员 与冒充警察 处罚的力度是不一样的 这种影响有恶意 对对对 他说他是个警察的话 如果觉得对方的信任的话 对方可能真的就是 只要信任 就没有其他的怀疑 然后一步一步就被他牵着鼻子 这个 是啊 刁某冒充的是人民警察 损害的可是司法机关的形象 必须得严惩 而小义呢 在经历过这件事之后 也认识到 不要再对脱关系 走捷径之类的事情 抱有任何期望了 因为我父亲也是因为 违法犯罪进去的嘛 就后面的话还是需要他 在监狱里面自己改造嘛 我们也希望他 推出一点身体 然后我们后面 不会说再相信 以贵人名义嘛 像我们说 取落了 我父亲 就取落这一方面的 其实从警察本身的 要求职业操守来讲 是不允许主动的 跟犯罪协议的家属 联系说我要帮你 帮忙做什么 当然如果说是生活上 或者思想上改造 遇到什么情况 那么他应该主动的 跟家属来沟通 来做好罪犯的 改造的这个工作 但是绝不可能 我主动的出来 跟你联系 照顾你 清楚在监狱里面 来帮他 或者什么样的照顾 或者或者什么样 重新判刑 或者让他 这个手作事 做得分 这应该是不可能 这个警察的职业操守 或者警察的 黑命警察法里面 本身就已不一定 真正的警察 是绝对不会去 做刁某这样的事情的 在今天这件事里头 招摇撞骗者固然可恨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也一定 不要给各种骗术 存在的机会 只有踏踏实实的 做人做事 遵尽守法的工作生活 我们才能够 真正收获安宁和幸福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流浪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 更多精彩内容 就请到各应用市场 去下载手机 将一台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